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中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华为的三者手机 在北京的热销情况 这一幕让苹果iPhone的粉丝们感到意外 在最新的CNBC调查中 我们看到许多富裕的苹果用户 对华为的高价Mateaxi手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甚至在Fone16上市之际 对比之下华为的手机依然吸引了不少目光 调查显示是 是为受访者中有八位对这两款手机都有意愿 这不禁让人思考 华为到底是如何在美国制裁后重拾市场 尽管Mateaxi的起售价格高达2800美元 甚至在二手市场上 价格更是飙升至7100到8520美元 这些数字却没有阻止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与此同时 苹果的iPhone16在价格上明显更具竞争力 却未能吸引到预期的排队人仇 这究竟是消费者对新技术的渴望 还是对与品牌忠诚度的考验 我们将深入分析这一现象 探讨消费者心理背后的虚动因素 并且看看两大品牌之间的竞争格局将会如何变化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也不要拼命去宣传 说领先美国 你领先哪儿美国 是麻婆豆腐还是一箱柔师 对不对 你一定要讲清楚 不然美国就说了 你像麻婆豆腐你一箱柔师 我们已经领先美国了 那美国为什么没有威胁的 所以因此我认为呢 我们要正视这个美国这个国家的强大 对吧 大家不要一激动口号就喊出来了 而且是不是这么多人在美国戴高 讲口号的人可能还没去过美国吧 所以说胆子大 这就是后生口味啊 后生为什么口味呢 因为他出生牛熟嘛 他没见过老虎嘛 他就老虎不可怕呀 所以他把脑袋撑过去 老虎正好一口吃了 对吧 所以因此来说 就是小金总提出来超越美国口号 我认为是很好的 只是精神并非是实施 如果他提出这个口号的本意呢 是希望二十年会三十年时间 就一代代的结伴人下去 我们终于能实现这个目标 那么我认为这一点解释 大家待两个小时左右 你们就得出结论来了 我想这个还是太快了 太容易了 说话柄冲击呀 它是最容易的对吧 华为的三者手机在北京受到苹果 iPhone粉丝的热烈追捧 背景介绍与现象观察 日前北京市的苹果和华为专卖店迎来了新一轮的科技热潮 这次的主角是苹果的iPhone16和华为的MatexC 以后华为的MatexT 后者是一款引起轰动的三者手机 根据CNBC的实地调查 这一现象在北京展现的尤为明显 当地富裕的iPhone用户对华为的这款高价智能手机 表现出了异常浓厚的兴趣 苹果和华为这两家公司在手机市场上的竞争已经持续多年 但自2019年美国对华为进行制裁后 华为一直在努力重建其智能手机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Canlis的数据 华为在今年第二季度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中排名第四 而美国的苹果则首次未能进入前五名 商店实地调查与消费者反映 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工作域早晨 CNBC的调查团队分别走访了苹果和华为的专卖店 与十位消费者进行了深入交谈 调查显示十位受访者中有八位表示 对苹果和华为的新手机都有吸取 这也显示出 虽然苹果在高端市场上一直拥有强大的品牌力量 但华为的新产品也逐渐赢得了一部分消费者的心 当天早上五点半 许多北京的消费者已经在苹果专卖店外抬起了长队 期待在早上八点开门时 第一时间购买到新款iPhone然而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华为在北京和上海西部的小城市 合肥的专卖店外却没有排队的人潮 华为商店的门锁直到上午 直到上午 八才开始向预定了三者手机的顾客发货 在这段时间内 CNBC记者在华为商店逗留了一小时二十分钟 观察到大约数十位顾客前往二楼的妹TaxT专区 不过并不清楚这些顾客是否都购买了该设备 因为很多人是为了转售而来的 价格与市场反差 华为Matext的价格确实不费 起售价高达2800美元 相比之下 iPhone 16 Pro Max起售价为1199美元 iPhone 16则为799美元 在二手商品的在线平台上价格差距更加明显 根据CNBC的报道 华为Matext在二手购物平台闲鱼上的售价为5万到6万元人民币 约7100到8520美元 而苹果iPhone 16 Pro Max的售价为1500到16300元人民币 这样的价格反差无疑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 早些时候Matext的二手转售价格为19000元 而苹果iPhone 16 Pro Max的售价为999999元 这种价格的波动和巨大差距 使得许多消费者和投机者对华为的新产品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喂 是小丽吗 我这两天在研究iPhone和Matext 我确实觉得华为的硬件创新确实遥遥领先 远远超越苹果了 你比如说有时候在这些公众场合 我很尴尬 我想借打电话掩饰自己 我拿个iPhone 根本遮不住自己的脸 可是有了华为的Matext就会不一样了 你看 我这样遮着脸 根本看不见我是谁 就成功地掩护了自己 你能看见我是谁吗 喂 喂 是小丽吗 所以这是我最近总结的一个优点 第二个呢 工作忙的时候吃泡面 手机很壮的一个功能 就是要压住泡面盖 我就不到开水了 我演示也如果同时吃两包泡面 一个手机是很难压住这个两个泡面盖的 只能一碗一碗的泡 可是有了华为Matext就会不一样了 你看 同时能够盖住两碗泡面 我吃泡面的效率提高了一倍 这样压的更坚实一点 所以坚决不买iPhone16了 刚才有人说很少同时吃两碗泡面 一碗泡面我觉得华为也是有优势的 你比如说倒了水之后 这个边儿可能会翘起来 拿这个手机去压呢 总是压不全 要么压到这边 要么压到这边 中间两边会翘 但是华为就不一样了 我演示一下 可以完美地把泡面全部都压住 保证一点热气都不外泄 保证泡面的温度足够高 然后让调味包的滋味渗透到每一根泡面里面 所以用了华为Matext 泡面的味道更透彻 煮得更熟 味道更好 我发现Matext的新的优点在随时向大家汇报 消费者故事与观点 在华为商店的访问过程中 CNBC记者遇到了一位姓娘的顾客 他在上午10点到达商店 只是想试用以下三折手机 阳性顾客应担心与外围交谈而拒绝透露自己的权名 但他透露 如果他购买了这款手机 会先试用几天 然后再决定是保留 送给朋友还是转售 他预计该设备的转售价格会比标价高出要千元 杨还提到他目前使用的是iPhone 但对华为的新三折功能非常感兴趣 因为他觉得苹果并没有提供太多新鲜的东西 这种观点在本次调查中并不少见 许多iPhone用户对华为的创新能力表示了赞赏 甚至在苹果商店排队的第一位顾客王也表示 他也想购买华为的三折手机 但尚未收到通知说 他的设备已经可以取获 王表示他购买iPhone16是因为 听说其电池续航时间更长 但愿意等到iPhone17推出人工智能功能 再考虑升级 市场展望与结语 这次调查激势了中国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华为在经过一段低谷期后 正试图通过创新和高质量的产品重获市场份额 而苹果则面临着来自本土品牌的强大竞争压力 无论是华为的三折手机还是苹果的新款iPhone 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了中国消费者的关注 这也反映了中国市场对高科技产品的强烈需求 和不断变化的消费趋势 在这场竞争中谁用场 谁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谁就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未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 华为和苹果之间的竞争只会更加激烈 而这次的三中全会或许只是这场科技竞赛的开始 CNBC的索尼亚亨采与了本报道的撰写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华为的三折手机可以说是创新中的创新 尤其在这个时代 科技的进步已经变得日新月异 华为的三折手机 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 它还融合了更多的实用性和美学 你想想这样一部手机 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 都是无与伦比的选择 而且从市场数据来看 华为在第二季度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份 而已经排到了第四 这本身就说明了消费者对其的认可和信任 楚天书啊 你的激情和对华为的赞美真是无与伦比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部手机的价格到底值不值得 2800美元啊 不是我说这个价格都能买一部高配置的笔记本电脑了 至于市场份额 华为虽然第四 但你忘了苹果在全球市场的霸主地位吗 苹果的产品 有着无可比拟的生态系统和用户体验 华为确实有创新 但是否值得这个价格 还真是见仁见智 谢琪琪 你说的价格问题确实存在 但你要知道 好东西永远不会便宜 这就像你去买一瓶拉菲红酒 难道你会嫌它贵吗 华为的三者手机不仅仅是一部手机 它更是科技和艺术的结合体 而且根据Canelist的数据 中国市场对华为的需求正在逐步回升 这也是对其产品品质的一种肯定 再说 华为的科技创新 无论是5G技术还是芯片设计 都在引领行业潮流 这可是苹果目前还未能完全覆盖的领域 楚天书 你把华为说的这么添花乱坠 我都差点想去买一部了 不过 你也要看看现实 华为的三者手机虽然炫酷 但实际使用中真的方便吗 三者变化多端 但这也意味着更多的潜在故障点 还有 苹果的iPhone16即便在中国市场份额下滑 但全球市场依然强势 苹果的生态系统和品牌忠诚度 都是华为难以比拟的 再说了 华为凭借爱国主义情感推动销售 这种策略能持续多久呢 谢琪琪 你说的确有道理 但华为的三者手机在技术方面的突破 无疑是对行业的一次巨大的推动 这就好比爱迪生发明灯泡 刚开始也有很多人质疑 但最终它还是改变了世界 现实是 华为的技术创新 已经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和追捧 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而且 从长远来看 这种技术创新将带动整个行业的进步 这对消费者来说是最大的福音 好吧 楚天书 我承认华为在技术创新方面确实有一些亮点 但市场不是光靠技术就能赢的 苹果的成功不仅仅是技术 更是它的品牌 用户体验和生态系统的优势 就像马云说的 不是技术 而是用户体验决定了一切 所以 华为的三者手机是否能真正改变市场格局 还有待观察 毕竟 真正的好东西不仅仅是贵 而是要实用 持久 且让用户真正感受到价值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爱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一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 沃柔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